我大概也希望说 做一个那个到底在论语里面 哪一个地址 里面常常出现 像什么子下 真子还蛮多 游子有没有 像这些 子共约有没有 类似像这些 然后像子路也有啦 或者是子下子游 OK这些人的话呢 如果我想要 知道一下到底哪一个人 或者子章 这些人呢到底 哪一个地址对话的内容是最多的 比如说我想要做个列表 OK那这个当然呢 如果要以以前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当然会很麻烦 你不好去 找 这个数量 所以如果今天假设要换一下的话 当然第一个啦 我们如果用COUNIF的话 就类似像这样 你用COUNIF 去找那个范围里面 到底有没有出现 不过如果出现的话 他会变成说 他不管说出现一次 或出现两次 他都是算 一个 一个数量 所以像你会发现 如果用COUNIF去算人的话 他得到的结果是 59 那会跟刚刚我们得到的 100 100 这个应该不是 110吧 我刚这个地方 最后我干脆把这边再加一个按钮好了 这边我们最后其实可以在底下 所以你们将来报告 也是要分两个部分 一个请你给我 一个 你写完的 功能 OK 一个结果 另外的话呢 再写一篇报告 报告让我知道一下 到底你做哪些功能 那亮丽而为啦 如果你可以的话 尽可能把这些程式 然后按钮给做出来 那最后 尽可能把这个表也把它画出来 把它放旁边 这样让我 一看就一目了然 甚至 你如果 可以的话啦 要不然就是把这个图表也放在Word里面 那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 到Excel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你要呈现的这个图表 这样也比较简单 那我把刚刚那个 看一下 我刚刚写的程式 比如说我要计算那个数量的话 OK 那一样我可以再 再增加一个按钮 那比如说我想要统计 那个什么 学生的话 那当然第1个啦 我可能要知道到底孔子的学生有多少 比较重要的 那我刚刚搜寻了一下 维基百科里面其实有列 孔子弟子的列表 那列表里面可以看到 就这些人 有没有 德行 语言 文学 证识 但假设啦 我们抓最最最最多的 其中的话 就这个表 纸张 然后 刚刚有提到 有纸 其实这边应该也有 那如果我想要找 这些人 当然一样给把它列个表啦 最后把它统计一下吧 那当然最最最简单的统计方式 就用Count if 所以呢 一样可以把这个 不过呢 当然还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 它的这个地址的名称 它是分布在哪里 分布 就变成中间的地方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 集中在一起的话 变成你要Ctrl C Ctrl V Ctrl C C 像这个资料 如果你假设 只要这个地方 像我的习惯了 有的时候我是直接会 先把那个Word叫出来 那Word里面有 还是有一些隐藏的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比如说我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我建议啦 你可以在这个 数位标签把它选成A 资表留文字 为什么 因为它如果没有资表 它连超连结都会过来 OK 那第二个 如果你只要这个表格的话 把这个稍微缩小 字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好了 让它排整齐 那为什么要排整齐 其实跟各位讲 如果我要把 这个刮符前面的这个资料删掉的话 以前的做法是选 Delete 选Delete 那跟各位讲 Word里面有一个蛮好用的功能 就是你按LT之后再选取 它可以纵向选 什么意思呢 我示范一次 比如我要把前面这一块的 文字去掉的话 以前可能要选4次 那现在的话你只要按LT 它可以让你 纵向选 ALT 按键 按住不要放 往下这边拖拉 它可以让我选到哪里 比如说我要把前面这个 因为我要的是 紫渊 紫我 紫游 那个 紫有 这几个名字 那我可以按LT 这个一次 纵向选 你按LT 再按向下选 这样子 它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之前只能选 一行的资料 现在的话可以选一个区块的资料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快速的把 刮符前面东西delete掉 有没有 那就留下我可能接近我要的东西 那你再去做一些细部 其他可能没那么方便 那你再把它delete 再把它delete掉 或直接按Enter 可以 比如说我要留下这几个人的名字 那这样我就可以快速的收集到 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下 快速收集到这个清单 这个就是 孔子学生的一个名称的列表 大概抓这几个好了 我想要知道这几个学生 到底他们 在那个 论语里面出现的数量 到底谁多谁少 那可不可以帮我 把它列表 然后当然我直接 在Word里面处理完之后 实际上是真 就直接可以贴到 哪里呢 你可以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 给他的名称也许是一个什么 地址跟数量好了 先在这边先 加一个 比如说地址 然后数量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喔 如果你的资料在从Word里面 假如说他本身就是换行的话 你不用 你说老师那不要转成表格 不用喔 如果你直接是Enter的话 直接就可以贴过来了 但是前提记得 他这边后面一定要是换行 也就贴过来他就会刚好是表格 你不用转 那你说老师我要转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多词一曲而已 直接贴上就OK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有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我们一样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用常用里面的 框线 比如说所有框线 先把它框一下 然后再把上面的填个颜色啦 加个底色 然后算他的数量 算数量呢 那当然几个方法啦 要不就是你用我刚刚那个方法 可是刚刚那个方法 其实变成你要每一个 每一个去查 查完之后填过来 或者我们先用康义符好了 比如说我 假设我用康义符 这个是 再画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数量表 比如说 就是地址的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列表 地址的列表 数量列表之类的 然后我要查询 沿回好了 到底沿回这个关键字 在论语里面 总共出现的次数是多少的话 那以前当然 以前古人只能怎么做 一个慢慢去算嘛 当然比较 比较厉害的古人 可能就是把论语全部背起来 我有个同学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把论语背起来 我有一次问他说 那个游子 到底在论语里面出现过几次 他这样心里面默念一下一次两次 最后跟我讲答案 我用电脑一查 果然完全一模一样 我觉得是太厉害了 简直就把人脑当电脑用 但问题 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少数的 而且他几乎每天都在背论语 OK 所以他动不动 开口闭口都论语 当然 现在呢 不过我觉得 他已经把论语 跟他的生活结合在一起 也不是一件坏事啦 好 那假设我今天 不用 人脑 我是用 电脑来做这件事情的话 当然了 第一个 前面有讲过嘛 你可以用什么 函数最简单 用所谓的 COVE 所以你们 做报告的时候 可以这样的方式 第一个 统计一下 到底 延回这个在 这个关键字 在那个 论语里面出现过几次 那你用COVE怎么做 1 选COVE 2他会出现Range Range的话 指的是 那你要查哪个范围 我要查这个范围 查 就是 内文的范围 所以从C2 一直Ctrl 系维向下 OK 把它选起来 当然了 你 除了用选之外 你也可以定义名称 如果定义名称 就直接按F3 直接选就可以了 那记得呢 在那个 C前面加钱的符号 在502前面加个钱的符号 为什么要加钱 因为你 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如果你向下填满 没加钱的符号 它范围 会自动加1 会跑掉 OK 那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找 延回吗 其实如果你找延回 一定是0 为什么 因为它是找 每个储存格 是不是 就是延回两个字 那一定没有啦 那有可能是 在那个储存格里面的 中间或前面或后面出现 延回两个字的话 我讲过 如果你要在前面的话 一定要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 万用字员 万用字员 所以前面记得是加什么 等于 记得 如果它 这一个 资料里面 有延回的 不管前面是什么字 只要 有延回这个字 记得中间加一个end 那这个叙述就是说 不管 什么什么什么 最后尾巴是延回就对了 OK 那如果你假设说它在中间或 反正不管任何地方 记得尾巴再串一个什么end 那再加一个什么 星号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如果你懂得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叙述意思就是说 只要中间 或 这个储存格里面 不管任何地方 只要有延回 这两个字出现的话 那就帮我算一下它的数量 有多少个储存格 是这样的结果 好 得到的结果 就是 A2 对的 两个 OK 你会发现 全部让你算完了 但如果以前的古人没有电脑 说真的 他们怎么算 OK 如果 他要做这件事情就很辛苦的话 那他可能就花很多力气 甚至他根本就不想做 OK 你说这不重要吗 这很重要啊 到底 轮运里面到底哪个学生 跟孔子的对话最多 那是一个重点啊 对不对 衍生出来当然呢 就表示那个学生是 孔子相对是比较重视的啦 OK 而且跟孔子互动也比较多的 所以他的思想 相对 我想跟 孔子之间 也许相对会比较match一些啦 OK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向下填满就可以 所以呢 你说为什么要特别 把这个2 跟 502前面加钱 因为 待会我要把它向下填满 那你只要向下填满 如果没有加钱的符号的话 那这个 这个C2 只要向一个 储存根 它就加1啦 变C3 那这变503 那范围就跑掉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先加一下 好 那把按 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把它向下填满 那就可以什么 瞬间呢 把所有的地址呢 全部都 一并算完了 OK 好 马上就有答案了 那你说老师 那如果突然又想到 有一个叫纸张 纸张里面好像没有吧 刚刚有看到 或者像真子有没有 没关系 你也可以再补一下 纸张到底 纸张 有没有 OK 到底有几个 或者像真子有没有 那真子 打错 真子 OK 真子 那你那一 好了就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哇 满多的耶 OK 所以其实 那这两个为什么 没有列在那个孔子的这个 这个四科十则里面 也不知道 这可能你们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跟孔子对话这么多 可是为什么 没有 这边有有写到真子 因为他是 晚期收的地址 没有 撑真子 因为他比孔子还小 46岁 OK 这边其实有提到啦 其他有像 这有列表 纸张这边有 纸张 这边好像也有提 有吗 这边好像没出现 为什么没出现在这边 在这里 文学方面出众 这边有个纸张 其实还有什么子余 子余等等的 如果你要再补的话 也可以补在下面 最后一样啦 你补完之后那个 框线会跑掉 所以没关系 你再把它框一下 这边有一个 常用里面的框线 把它框一下 这样就OK了 那最后当然你也可以排序一下 排序什么意思 哪个最多 你在 游标把它放在 数量上面 有没有 然后 资料里面的 D到A 排完了 马上有个列表 我们以前会认为说 那个 子余应该是跟孔子最好的 结果 得到了答案 似乎好像跟我们想的 还是有 但也没有完全落差啦 只是他排在第2 第1名的话 居然是子供 有没有 所以这个子供 到底跟 孔子有哪些对话 所以其实也可以整理一下 因为我之前有常看到 坊间有一些书 就讨论那个 孔子跟弟子之间的 思想 然后哪些弟子 那他为什么会被列在哪一类 其实 有没有 子供他是列在 言语方面的 那为什么会 列在言语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回溯一下 看他跟孔子之间的对话 有没有哪一些是 比较 关于 言语方面的 那我们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我觉得会更精确一点点 不然以前 说真的我看 以前人的那个叙述 都觉得太模拟两可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讲得清楚一点 每次想要知道说 这个人 这个人就 就这样而已 打住了 那我就觉得好像意犹未尽 所以有的东西 其实答案还是要透过自己去 把它 先列出来 那你要去看 所以如果 如果你假设是想要知道 子供到底跟孔子对话哪一些 或者子供说哪些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可以回头再利用我们前面的那个 查询系统 有没有 我们之前不是有写了一个 筛选内文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这个子供的关键字 就直接贴上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 子供说过的话 就会通通出现 OK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要写一篇 小篇的论文的话 其实也就有题目了嘛 对不对 孔子这个言语的那个 这个 这个弟子 子供到底他说了什么 然后他的内容到底 符不符合这个司马迁 这个史记里面的 这个 他所讲的 当然你可以做个验证 不要说 任何 以前的人说的一定都是对的 可能有的时候他也可能会说错 那你当然可以验证 如果是对的话 你也可以验证 他讲的是对的 那如果错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它 稍微再补证一下 你觉得 其实他 子供在这方面 应该 我看到的结果 可能列在言语 好像没有太OK 我觉得他可能在 其他类的反而更出色 所以你也可以 再稍微叙述一下 我觉得也可以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 所以子供其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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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倒也蛮值得去 再去了解一下的 OK 好那所以呢 刚刚主要就是针对那个 孔子的地址 请各位试一下 先把它列个表吧 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那个孔子地址 也许列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数量也许算完 那我刚刚主要是利用那个所谓的 COUN IF 然后 去抓哪个范围 OK前面是 等于是把论语里面全部列给他 然后帮我查一下关键字 有的话帮我加1加1 最后得到35 那当然如果你要让他更清楚一些些的话 最后呢 请你在旁边画一个图表 我们最简单好了 我们用那个所谓的直条图就可以了 把那个直条图给绘制出来 然后把它摆在旁边 我觉得现在当然 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以这个图 这个来看的话 相对的 你看图跟看数字 看数字其实还是没有像图这么直觉 看得出来 第一名第二名 甚至如果你要凸显 第一名的话 甚至你可以 把这个 第一名再点一下 甚至按滑鼠右键 你甚至可以把它填满个红色 OK有没有 只供就凸显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其实可以把它改一下 也许叫 是什么 地址的统计 就是地址 地址 地址 然后把这个 我习惯是把这个标题 当成是下面的 他的 这个 工作表名称 这样我之后 如果你们假设 写这个报告的时候 然后呢 切过来 我一看就知道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那如果细部呢 在 图里面没办法说清楚的话 甚至你可以在报告里面稍微说一下 你找到的结果 当然 我是希望说你 怎么做的 过程 然后最后 做出来结果 到底 你看到了什么 当然如果你想要再深究的话 也可以啦 只是说可能要花更多 花一点时间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请各位试试看 把那个 轮椅里面 我刚刚 试着再 换一个 题目 就是 到底那个 孔子的地址 哪一个 学生 出现的次数 数量是最多的 哦 好